一道特别松软可口的红糖发糕 哇,要不要这么简单 一起来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大家可以截图记一下配料表 我们要先处理一下红糖 红糖特别容易截块 为了避免成品里有大块糖粒 要先用热水将它化开 在红糖里加入热水 搅拌直到红糖全部溶解 等它冷却以后备用 取另一个小碗 在温水里加入干酵母 搅拌使酵母溶解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红糖水和酵母水 一共两碗水 在大碗里倒入面粉和玉米淀粉 将之前做好的红糖水和酵母水 倒入进来 用刮刀不断搅拌 成为湿润的面糊 这要注意了 我们要观察一下面糊的质地 它最后应该是非常粘稠湿润的状态 用刮刀调起面糊 会成带状低落 如果面糊太干 要适当加水 如果太稀 就可以适当地添加面粉 将面糊倒入一个6英寸的蛋糕原模里 就可以准备发酵了 我们这是依次发酵的发糕 所以特别简单 在温暖的地方 让它发酵到原来高度的1.5倍就可以了 也可以用蒸烤箱的发酵功能来进行发酵 35摄氏度大约20分钟 注意注意 不要发酵过度 1.5倍的高度就可以了 如果发酵过度 蒸好的发糕有可能会塌 最后在表面放一些葡萄干和切碎的红枣 接近装饰 用蒸烤箱的话 大蒸汽功能预热5分钟以后放入 再蒸30分钟 也可以用蒸锅 大火上汽以后蒸30分钟即可 蒸好以后不要马上出锅 先焖3分钟以后再拿出来 避免塌陷 这样香喷喷的红糖发糕就做好了 它特别的香甜松软 要趁热吃哦 我是君芝 我们下次再见